今天福音書所講到的部分是耶穌和薩蓋。 薩蓋是一位主席執行者, 而是一位主席執行者, 而是一位主席執行者, 非常高。 當時,他當時是一個稅利,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人。 他是一個財主, 但他的財富最多是因為賺財財。 因為在這時期, 當時猶太人要繳稅給羅馬人。 當然,他們會加進更多的財富, 這就是為何他們有這麼坏的財富。 所以,他們會特別加重猶太人的稅利, 所以他們會特別加重猶太人的稅利。 但是,薩蓋在他內心有一個良善的種子, 在內心發酵。 有一個好奇心。 這是神的種子, 因為神給予我們的種子。 一種種子, 神總是先踏出他第一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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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人會說, 神總是放了這顆種子在殺蓋的心, 但也不是給別人, 也不是給別人, 也不是給別人, 也不是給別人。 神總是先踏出他第一步。 神在尋找我們, 在尋找我們, 在尋找我們。 神在尋找我們, 而不是每個人都有很好的回應。 不是每個人都有很好的回應。 只有一些人, 像大家有很多人追著, 要去看耶穌基督, 來到街上。 所以不是只是每個人都要來看耶穌基督。 但是只有殺蓋回應而出。 所有人都有很興趣, 因為他們聽到耶穌基督, 說祂是一名名人, 祂是一名名人, 耶穌非常名, 所有人都集中在街上去看祂。 當然,很多人都在一起去看祂。 他們都集中在街上去看祂。 如果我們看到聖書, 在原本的語言, 主要說, 耶穌在通過, 他也想要找這個沙蓋。 耶穌去到那個城市, 也想要找這個沙蓋。 耶穌有一個聖書, 有很多人, 但到了這個聖書, 只有沙蓋回應了祂。 當沙蓋要遇見耶穌, 當然,有很多阻礙, 有很多難處, 有很多人。 第一, 當然是, 這是他社會的身份地位。 非常豐富的人, 當然是, 今天是, 是一位財主。 當然是, 是一位財主。 當然是, 是一位財主, 是一位財主。 他身體的狀態, 當然是, 他身體的狀態。 我認為, 他身體的狀態, 也有很多人, 但是, 他身體的狀態。 因為人潮擁擠, 他的身材又非常矮小。 所以, 他根本看不到, 他身體的狀態。 因為, 善蓋並不認識耶穌, 只有一位好奇心。 從另一方面, 他身體的狀態, 當然, 因為他身體的狀態, 因為他身體的狀態, 他身體是很好的人, 要如何見到他、 如何見到他、 如何遇見到他、 您知道有難度。 但是,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做到一件事, 並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擾我們。 他找到一棵樹上, 然後他走到這棵樹上, 所以他可以從棵樹上看到。 其實,這棵樹很重要, 因為在聖書中, 這棵樹有幾次提出, 在新約聖書中提出幾次。 耶穌詛咒這棵樹, 因為他沒有任何果子。 但即使在一棵樹上, 他可以有一個大棵樹, 而這棵樹是一棵樹。 即使是一個不結果子的樹, 他也可以產生一個好的果子, 這個好的果子就是灑蓋。 其實,他所做的事, 並不是很困難。 因為其他人, 他們會看到很豐富的人, 他們會說, 因為他爬到樹上, 有些不喜歡的人, 他也好奇地來看。 所以,他做了一件事, 但實際上, 他有一個社會的負責。 因為他想要看耶穌, 但他自己也不知道, 為什麽要看耶穌, 他有一個好奇心。 那這個第一步之後, 就會有更多的認識神。 然後, 所以, 所以, 所有人, 從一件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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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後來, 當然, 會改變。 但是, 你知不知道, 大家都爬進去, 可能, 爬上去看一些奇怪的事, 耶穌通過了, 所以, 也許日後可以結出果子。 但是, 也許日後可以結出果子。 但是, 我們看, 在人潮擁擠的時候, 耶穌經過此處, 他抬頭, 對著薩蓋講述。 他直接稱薩蓋。 他從來沒有見過耶穌, 但是, 耶穌認識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。 他對薩蓋說, 趕快下來吧。 因為, 他說, 我今天, 必定, 一定要住在你家。 為什麼, 一定要住在你家? 因為, 耶穌愛祂, 因為神非常愛祂, 為祂而來。 因著祂, 有一點良好的好奇心。 因為, 耶穌愛祂, 當他回答了, 耶穌愛祂的一個小小小的呼叫, 他來看見我, 有很多人。 但是, 他們並沒有做到同樣的, 像耶穌教人一樣。 只是一件事, 我並沒有說, 再做更多的。 因為, 我們今天看到, 很多人, 聽到很多瘋狂的事情, 想要提升基督宗教, 而他們做到所有的事, 並且, 除了基督宗教, 他們所做的, 除了基督宗教。 這是很重要的, 有一個好奇心, 要知道耶穌神。 然後, 如何知道。 但是, 非常簡單, 尤其是今天, 因為網絡, 在現代科技這麼發達的時候, 可以在上網搜尋一下資訊, 很容易找到檔案。 有些人, 來這裡, 他們說, 現在, 他們沒有知道耶穌基督宗教。 我沒有說, 關於聖禮, 我沒有說, 關於其他教育的事, 但是, 他們甚至不知道, 誰是耶穌基督宗教的。 有些事情, 他所教的, 有些事情, 有些事情, 如果他死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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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沒有知道任何事情。 也許他們只知道, 一些簡單的事, 但是,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。 而且, 奇怪的事情, 他們不只不知道, 他們不想要去瞭解。 耶穌基督宗教, 基督宗教, 並不是一個基督宗教, 也不是一個基督宗教, 或是一個政治的理論, 或是一個基督宗教。 而是親自認識耶穌基督宗教。 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。 因為他們把基督宗教, 變成一個偶像的崇拜。 他們把聖像化變成偶像。 因為新教, 正如新教所講的, 正如新教所講的, 因為新教, 如果新教, 把聖像化變成, 由聖像化成為聖像化, 聖像化應該在教會中依開。 莎蓋想要親自見到耶穌。 當耶穌見到祂, 並沒有譴責祂, 只是說,下來。 更多, 我會住到祢家。 那祂真的連想都沒想過的事。 祂極度高興。 我們必須要記住, 如果我們進行一個小步, 耶穌會進行一個大步。 因為,你知不知道, 有很多人在那裡, 甚至於聖像佳蓋從興奮上來, 他可能會期待最高的事, 是聖像佳蓋。 也許是聖像佳蓋, 也許是聖像佳蓋, 也許是聖像佳蓋。 這次的驚訝, 不但是對於周圍的人, 都感到震驚耶穌所對祂說的話。 當然,我們看到, 我們看到, 周圍的人們對耶穌的想法。 因為,你知不知道, 你知, 周圍人們, 周圍人們, 也許是他擅長了, 他擅長了, 擅長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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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其中, 在裏面中人, 當神是火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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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而顯出了它的光澤。 但那些心的不同, 例如, 像是一個蛋糕, 你把火放在蛋糕, 變得更堅硬。 因此, 耶穌在耶穌的身上, 耶穌的身份, 祂的邀請, 令祂的心很幸福, 因此, 由於愛和珍貝之間, 祂的心, 充滿了愛和仁慈憐。 其他人, 不但為了幸福, 而不但為了幸福, 而反而譴責。 而在罵罵, 對耶穌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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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耶穌的教授, 他要去住在罪人的家中。 當然, 薩蓋也知道, 這人們的狩猛, 在敵人在狩猛。 可能會覺得一點狩猛, 但他也沒有逃避。 當然是,是在討論。 也很深刻, 耶穌沒有對祂譴責他。 祂也沒有說, 薩蓋,你必須要回歸。 祂也沒有譴責他, 祂也沒有譴責他, 說你做了什麼。 只有愛和謹慕地說, 我今天必須要去祂家。 拜託,來教堂, 不要坐在教堂上, 我們有這麼多座椅子, 不要這樣。 所以你們知道, 是非常重要, 誰知道, 例如, 善蓋, 善蓋, 誰知道, 善蓋, 善蓋, 善蓋去聖殿, 善蓋去聖殿, 有人要去逃走。 他必須要靈怠。 但是,耶穌的愛和靈灘, 也完全改變了耶穌的愛。 耶穌的愛和靈灘, 然後在他等待耶穌。 當他看到耶穌的愛, 他告訴耶穌的愛, 他告訴耶穌, 耶穌的愛和靈憫, 他現在改變了耶穌的愛, 和耶穌的愛和靈憫, 他完全改變了耶穌, 所以,耶穌的愛和靈憫, 他完全改變了耶穌。 他自己就悔改了耶穌。 所以,悔改不是只是他內在自己的悔改, 而是公開的, 而是真正地恢復到良善, 而是真正地恢復到良善, 而是真正地恢復到良善。 所以,耶穌說, 主啊,我悔改了耶穌, 如果他悔改了耶穌, 因為他悔改了耶穌, 因為他悔改了耶穌, 而是非常富有的耶穌, 所以, 一半的財產, 他只會把財產給窮人。 他所欺騙的錢呢? 當然,這並不是說, 他有義務, 而要來做這樣的事。 如果我們看到, 耶穌在這篇章前前, 在這篇章前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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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拒絕了耶穌。 但是現在, 他太喜悅了, 他願意把他一半的財產給窮人。 因為他身上的愛情, 他已經離去他的心中。 因為他成為憐憫著, 因為他成為憐憫著。 如果我們給別人, 我們會更加多, 因為我們會更加多, 因為我們會更加多。 因為我們會更加多。 因為我們會更加多, 因為我們會更加多, 因為我們會更加多。 但不僅如此, 他還做了一些他應該做的。 他說, 對於那些我所欺騙的錢, 我會更加多, 我會更加多, 我會更加多。 這是在摩西律法所講的, 你會更加多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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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更加多。 這是真實的悔悼, 因為有很多的悔悼, 並不是真實的, 悔悔。 有些人的悔悔, 並不是真實的悔悔。 他並不是說, 好, 其他人, 我會說, 對不起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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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起我。 我所說的就是, 你做錯事, 對於特定的人, 你所做的特定的事, 那你要跟他回歸, 那回復到原來的樣子, 那當然有一些例子, 你傷害某些人, 他去世了, 當然是沒辦法讓他復活, 但是你盡可能達到你所能幫助他家人的幫助。 例如,他在賺了錢, 並不可能是他真的要回復, 例如,他在賺了一個人的錢, 他有商業, 然後,你知,商業就失敗了, 然後,他就申請重申, 所以,他真的不能再回復, 即使他在賺了幾個月後, 但是,至少, 是一種憎恨的事。 我會說, 因為我們不需要再回復, 即使可以回復, 即使可以, 即使可以, 或少許, 至少少。 我們遇到一個人在祖宗中, 他就說, 所以, 我會先拒絕他, 然後, 我會向他回復。 當然, 他會向他回復, 因為他是基督人。 所以, 他一定會原諒我, 因為他去基督人。 這個人, 是一個非常不憐憫的人, 因為他以惡度而傷害, 第一次, 而第二次, 因為他的宗教的關系, 他必須要原諒他。 第二次, 因為他的宗教的關系, 所以他必須要原諒他。 所以我會說, 你會說, 試去治療。 OK? 當然, 你不可以, 例如, 在誰的心情, 誰失去他的宗教, 你會說, 在歷史上, 有些人, 他們會抱怨他們, 因為他們死亡, 因為他們被罪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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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沒有錢, 他們沒有錢, 他們有家人。 然後, 你現在可以給他, 四次, 你會賺取, 你會賺取, 所以, 你會賺取, 那麼為什麼? 那些人, 讓他生意失敗, 可能會傷掉, 自殺, 那你還他錢, 還他四倍, 還他幾倍, 也沒辦法補償。 但, 其他人的傷害, 保障了, 都會破壞了, 永遠的傷害, 而是他們的傷害, 永遠的傷害, 但是,至少薩蓋做到他最大的方式來悔改, 誠實地面對他的心, 他也做了公開的信仰, 因為他並不是說謊的, 而不是說耶穌, 而不是說謊的, 而不是說謊的, 每個人都在那裡聽到, 因為有很多人在那裡聽到, 而不是在耶穌的耳邊口語說, 我告訴你的秘密, 我要做什麼事。 所以,這也是另一種憤怒, 而這也不是憤怒, 而是真正的, 而是真正的悔改。 但是,我們並不是以私下的秘密, 在自己家裡的秘密, 和其他秘密的秘密, 和其他秘密的秘密的秘密。 所以,耶穌就進來, 他說, 今天,救恩會臨到這個家。 那什麼是救恩呢? 耶穌自己的救恩呢? 耶穌自己的秘密的秘密, 並非只有耶穌的屬於人, 而是耶穌的聖餐的秘密, 並非只有耶穌的聖餐, 並非只有耶穌聖餐, 而非只有耶穌聖餐, 並非只有耶穌聖餐, 並非有耶穌聖餐, 並非擅長一點點。 而且,賢基羅的優不成功的秘密, 而所有的家人都成功了解。 您看到, 因為, 它很重要的是, 如果一個的家人秘密, 而神的聖餐會會有其他的德基督。 所以我們知道,神的恩典會領導整個家族。 賈克爾愛他的家族, 當然是,他有在心中, 我都不知道,他有在心中, 我都不知道,他有在心中, 我都不知道他有在心中, 我都不知道他有在心中, 我都不知道, 耶穌也看到他的心中, 也不只跳了, 因為賈克爾想要看他, 但他也有在心中, 賈克爾愛了很多人, 耶穌說, 所有家族,所有家人都在心中。 如果我們努力幫助我們的家族, 甚至我們的家族, 並不是聖人, 聖人和聖人的神仰, 如果我們走進去的邪教, 我們追求對方的聖人一種魅力, 而我們想要去到耶穌基督, 祝福祟的聖人和祈福祖的聖人, 甚至他愛此的聖人一種物, 會回到我們家族也。 我們在心中的連結, 愛的連結, 生理的連結, 耶穌會令耶穌更強, 像我們從來沒有想過。 這就是耶穌基督的祈禱, 這就是教會的禮拜, 他們都來為了為了他們的家人, 為了他們的孫子、 為了他們的父親, 為了他們的父親, 為了父親、為了他們的父親, 便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的家, 如果我們接受聖誡信, 耶穌基督會進入我們, 就如同我們在窄的死亡。 所以,當你來接受聖誡信, 當我們在此領受聖餐時, 當我們承受聖餐時, 當我們有聖餐時, 今天聖餐時, 便會到這家的聖餐時。 當我們領受的時候, 我們自己領受, 我們家人也跟著我們領受, 還有我們的救恩領到我們的家。 願三位於你的神, 報受我們。